疫苗的疫苗在週末 而中國知道它是被人的接觸 只是世界的世界都在暗中 澳洲第九頻道新聞網的節目 《60分鐘》細數中共掩蓋疫情的始末 從12月底疫情在武漢市場爆發 先是否認病毒人傳人 美國共和黨眾議員麥考爾在影片揭露 請出中國有化學實驗室 發現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組序列 但中共當局卻下令消滅證據 影片提及中共明知道疫情 卻還在1月中的中國新年期間 放行500萬人離開武漢 導致病毒在全球擴散 並指責中共至今仍在編造故事 摔鍋病毒來源 試圖掩蓋和扭曲疫情的歷史 在中國現在試圖掩蓋 並指責它全都透露 最後一尾的謊 在他們的謊言 兩星期前 在武漢中央醫療醫院 醫師阿菲 也在公開 指控制權監控制她 和她的朋友 訪問世界 她現在已經失敗了 不知的地方 节目也揭露季李文亮之后 第二个武汉医院的发烧人艾芬 目前下落不明 延伸的文章报导还比较了 前苏联的车诺比事件 与中共肺炎的共通点 都是极权政府为了巩固政权 撒谎掩盖而导致世界级的灾难 文莫更点评 不幸的是世界相信了中共 或许将是最后一次了 新唐亚太电视唐杰安整理报导